这件作品主要是以卷春为概念出发 那提及卷春呢 不免一定会提到它的历史跟政治的背景 生活标语以及政治宣传口号 那这也是我发想的一个出发点 因为这些政治标语呢 其实就是某种让民众 让人民以反射去取代思考的一种 观念直接被灌输的方式 对所以我希望的是 我们对于这些标语重新去认识 所以我做的就是 我将这些口号这些标语的整句话句子拆成单字 那这些单字比较演出教条式的单字 我把它输出在相对柔软的抱枕上 这个作品是民众可以参与的作品 那希望民众呢 大家可以自己拼凑自己想说的 希望藉由这种方式 让大家可以重新思考这些字这些词的意涵 那也藉由重新建构自己的句子 重新思考对于眷村的看法 进入展场前记得要脱鞋哦 小心台阶小心碰头 展场内不可以饮食哦 大朋友小朋友记得别在展场内奔跑 要注意安全哦 展品记得到归位不可以带回家哦 开心学习快乐成长 最后一个不要连那么紧 开心学习快乐成长 你要比就是比高一点 我其实没有要比 会拍到吗 有一点点微动了一下